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8月28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7月25日 連農曆年7月也快要完結了 這個月其實我也很繁忙 這一兩天稍微 開始 輕鬆一點 所以各位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應該 從20個月開始 可以做多些聯合廣播節目 本來我也答應了Lucy做節目 我就跟她說我整個八月都沒有空了 她也很爽快地答應了 9月份再跟我做節目 做兩台節目是很辛苦的 因為 等於我要做多一次 而且盡量 也不想重複的話題 等於額外 要在 做節目那天就等於額外再做多三節 相當之辛苦 我們繼續跟大家分析中國大陸的最新局勢 好 我們現在知道中國大陸是快要窮死的 因為 有越來越多的單位已經 不能夠發出工資 四周 叫做維權處處 中國大陸 經濟崩潰的其中一個重要 原因 也跟俄烏戰爭有關係 由於 獨裁者互相包庇對方 擔心 對方倒下 然後輪到自己也倒下 所以 中共 這次我們不是說習近平 中共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傾向 是不想 俄羅斯 那麼容易應聲倒下 好了 所以中國大陸 在多方面 也想盡辦法支援俄羅斯 最低限度 在經濟上面 但是在經濟上面支援俄羅斯 就是換來 被全世界 主要的國家 是封殺的 需要被制裁 所以 有大量的中國公司被制裁 昨天和大家 獨家報導的時候 是說錯了他們 現在 香港的公司的名字 他們現在 用的名字叫威成 由於 圖片的解像度不夠高 很快就看錯了 因為那個姓字也有點像威字 敬請大家注意 我們要揭露中國大陸的公務 國務員和國企員工都開始 感受到就是 鐵飯碗 不夠硬 正的 其實叫做鐵飯碗的原因 就是因為 金屬的飯碗應該打不爛 在現實世界裏面 尤其是職場 你有機會保不住這份工 被炒魷魚 就叫做打爛飯碗 因為 沒有了飯碗 沒得吃飯 所以 相當之穩固的工就叫做鐵飯碗 但是 現在 在中國大陸 鐵飯碗也就快被打爛了 因為很簡單 如果整個經濟繼續 被拖垮的話 政府的收入在哪裏呢 中國大陸 不會因為有了共產黨就可以稅收從天而降 稅收 來來去去對於一個地方來講就是當地的人民 的收入跟著抽取了 一部分出來變成了稅收 稅收一定是來自民間的 也不是來自無人島 無人島有很漂亮的風景和天然資源也沒有用的 那裏不會 產生稅收 所以 對於 這一個叫做 獨裁政體來講 當地的人民就成為了他的資源 完全跟你打遊戲 例如打H of Empire 類似的遊戲 原理是一樣的 空地是沒有用的 有人 才會有活動 所謂經濟活動 經濟動力就是 當地人民的活動 力量來的 中國大陸經濟崩潰 意味著 這個地方的生產力正在不斷下降 他生產力下降的原因 不是因為那些人死了 而是因為 他之前的經濟模式 是用放貸 還有搞上市 金融泡沫的方式來經營 他現在沒有錢的原因 是因為之前過度借貸 借了的錢 現在要還 經常有很多 無知的藍絲 經常說大陸崩潰 大陸的人不是又在 他把經濟崩潰 跟人 在那裏繼續活動 是完全 是溝亂了 中國大陸的經濟崩潰 不是因為沒有人 那些人也是繼續活動 但是由於中國大陸舉債舉得太厲害了 就是說你現在看到 舉例 還有10億人活動 那10億人的活動已經不足以 去填補 之前 欠落的債項 亦都因為欠債 爆煲 導致 那個經濟活動 規模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沒有錢就越還不到錢 你越還不到錢就越是失去了經濟動力 因為欠債太多 全部是爆煲的 中國大陸的模式就是這樣的 就像一個島上 你有四個人 然後互相買對方的東西 一個可能種樹 一個可能種菜 一個可能種番茄 舉例而已 你互相買對方的東西 然後互相 又說現在 賣了大錢了 可以將它上市 原本你就賣菜 但是你現在變成賣菜的上市公司了 那會發生甚麼事呢 由於 上市好像有很多錢 有外國投資者介入 不是只有四個人在島上 有人借了錢給你們了 賣菜那麼好賣 獨市生意 賣了錢下來 那我要拿回報 但是後來 其實你來來去去就發現你左手加右手 你來去去就只有幾個人 那麼 那個回報 就沒有了 那些錢你花大了 因為你雜資嘛 拿了錢回來了 你呢 就是蓋了豪宅 買了靚車 賣了Benz寶馬 外國進口 這些錢全部是借回來的 四個人都沒有死 就好像藍絲所說 中國大陸還有很多人啦 但是你正在還那條債 就不是你四個人還得起的 因為你 是瘋狂的懼債 而且他原本的還錢模式 是我的企業根本沒有盈利 但是我將他上市 這個就叫金融泡沫 所以 所以中國大陸即使 繼續有10億人民 在這裡送外賣 你現在在做的實體 是不足以 將十幾年的經濟泡沫 借回來的錢 是還回的 還不到就會破產 那麼你原本上市 公司清盤破產 剛才 賣菜上市的那個 生意業務就會崩潰了 然後有大量的人欠債 買了裡面的股票的人 賣菜那家公司的那個人 又會破產 買了很多 豪宅回來 可能在賭場上 又要賤賣的 但是 整個賭場也沒有人有錢 來來去去都是那四個人而已 你又破產 我破產 四個人都破了 誰 有錢買回豪宅呢 這個水就是中國大陸的爆破了 就是來來去去都是只有那麼多生產力 但是 就把他搞上市搞了100倍回來的 現在就還不到 那錢 剛才所說的情況 再加上政府收稅 經濟好景 你又上市 我又上市 稅收 盤滿撥滿 但是現在 個個都爆煲了 每個公司都說清盤 就全部稅收沒有了 所以 有一段時間你以為做公務員是很安全的 政府 有鐵飯活 但是現在的稅收 是瘋狂暴跌的 瘋狂暴跌 當然導致 他們的稅收不足 稅收不足就連最低限度 是出糧給公務員也做不到 所以這個就造成了 是 在中國內地的大量的政府部門還有事業單位 現在資金短缺 所以鐵飯碗不再蝕鐵飯碗 所以導致現在是全國 的國企員工 公務員 私人機構更加不用說了 他們很多現在都沒有糧出 很多已經 幾個月以上沒有糧出過 而且更加慘的 是原本 政府就宣傳跟你說有福利的 現在 爆煲的時候 所有的福利 全部 是沒有了 所以為甚麼在內地那麼多人是跳樓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不單止自己的份 沒有了 下年原本以為 沒有事 拿中緩 拿失業救濟金 全部都沒有了 下國政府也沒有錢了 怎麼會出救濟金給你呢 幾乎除了小部分 極壟斷性的行業 例如可能是比亞迪 華為 黑悟空 算下去也沒用了 幫不了你多少 所以我說就不擔心 我一點也不擔心 黑悟空可以征服世界 只是一種普通遊戲而已 國內也有大量的公務員爆料 現在 在體制裏面的公務員福利是被大規模取消的 除了某些部門之外 例如稅務局 財政部 還有國家安全局 還有公安 這些是用來維穩的工具 還有政府的核心 除此之外 基本上其他部門的所有福利 已經一早 是蕩然無存的了 更加慘的 是之前曾經拿了福利的人 更加要獲利回套 這次是福利的利 獲利回套 你說多嚴重呢 大家真的要 相當之小心 因為這件事 將會在幾年之內 香港都會發生 我們和大家仍然會繼續緊貼著中國大陸 當前的局勢還有經濟問題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婆曲 還有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好 我們今節時間暫時講到這裏 Search 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然後再問一下 一個月再來 就可以了